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解释这两个缘故 就有必要先稍微把话题啊 查看一下 看看我们今天的杜梁恒标准 今天的杜梁恒 全世界统一的标准 称为公质 力求整齐划一 但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 像长度 重量 容积等等 绝大多数的杜梁恒标准都是时进制 那为什么时间和角度都是六时进制呢 工作日和休息日也没能统一成时进制 而是以七天一星期为一个单位 既然搞统一 为什么就不能统一成时进制呢 如果以十天一旬代替七天一星期 十小时一天代替二十四小时一天 听上去明明就可以成立嘛 古代中国就是以十天为一个单位的 还有过以五天为一个单位的时候 官员每五天休息一天 司马光的时代遵循寻修制度 每寻也就是每十天放一天假 每年还有各种节日好几十个 所以官员一年啊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休假 退一步说 就算过日子遵循七进制 但以七天构成的一个周期 到底该叫一周还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个礼拜呢 今天我们会说 这样咬文嚼字有意义吗 但是以前咬文嚼字的背后 潜藏着严峻的政治是非 怎样选择 甚至足以关乎生死 那么再退一步说吧 七进制 好 那就七进制吧 无论什么明目都行 但是既然天数实行七进制 凭什么一天不是七小时 而是二十四小时 再退一步说 就算一天可以二十四小时 凭什么一小时不是二十四分钟 而是六十分钟 这种现象其实也属于杜梁恒不同意 只是今天全世界都通行 我们呢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但是不难想见 当有人试图统一杜梁恒的时候 应该也曾想过用单一标准囊括一切 所以 秒钟 分钟 小时 天也都应该改成十进制才对 没错 今天世界通用的公制计量单位 当年的创设初衷还真是这样的 所以从这点来看 今天虽然有了公制 但统一杜梁恒的事业依然没有彻底完成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呀 还得从十八世纪的法国说起 十八世纪的法国有点像中国的周朝 国王相当于周天子 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封建领主 每个领主呢 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王国 我们看周朝进入后半段以后 从春秋到战国 诸侯各有各的杜梁恒 在一个诸侯国内部 国君有国君的杜梁恒 大夫呢 有大夫的杜梁恒 感觉很混乱 法国的状况还要乱得多 但凡有点权力和地盘的贵族 都要搞一套自家独有的杜梁恒 以至于当时有案可查的杜梁单位 竟然多达七百多种 道理 不难理解 谁掌握了一套自己的杜梁恒标准 谁就有资格决定交易和税收 只要进了自己的地界 一切就都要按照自己的规矩来办了 如果简化一下理解 你可以把每一块封建领地当成一个国家 把每个国家的杜梁恒标准 当成这个国家的货币 那么凡是有跨境交易 就会出现汇率问题 每一个封建领主 当然都有足够的动机 来掌握汇率的决定权 怎么对自己有利 就可以怎么定 这当然就苦了普通人 尤其是商人 明白了这一层利害关系 我们就能够理解统一度量横 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是一个很严峻的政治问题 每一步改革 势必会侵犯大大小小 不知多少领主的既得利益 所以虽然法国社会 早就对杜梁恒标准的千差万别 怨声载道 但改革始终推进不动 1788年 法国大革命的前一年 法王路易十六筹备召开三级会议 这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 都曾学过的内容 但课本上没学到的是 当时全国各地的法国民众 都发出了同样的一种呼声 一个宪法 一个国王 一个杜梁恒制度 民意不但给了路易十六 如此高的支持 还把统一杜梁恒的事业 摆在了和宪法 国王同等的高度 结果呢 谁也料想不到 第二年就爆发了大革命 路易十六倒台 统一杜梁恒的重任 只能由革命派来完成了 革命新政府 为此委任了一个专门的 杜梁恒委员会 委员会对于统一杜梁恒呢 有四个基础性的共识 第一 所有杜梁单位 统一为实禁制 第二 以长度单位的密 作为一切杜梁单位的基础 第三 新的杜梁标准 应该来自于大自然本身 只有这样才能永恒不变 第四 要和其他国家达成协作 以使新的杜梁标准 不仅仅在法国通用 最好可以世界通用 这次点共识 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 公制杜梁单位的形成基础 按说 乘着法国大革命的狂风巨浪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摧毁旧秩序 建立新秩序 但事情竟然远比想象中来的困难 首先作为一切杜梁单位基础的 米到底该怎么确定 这就让大家争执了很久 最后的结论是 先把从北极通过巴黎到达赤道的子五线长度 准确测量出来 然后取这个数值的千万分之一 这就是一米 把米确定出来了 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出 分米 厘米 毫米这些单位 接着从长度单位 引申出重量单位 以四摄氏度下 也就是水的密度最大的时候 一立方分米的水的重量 作为一千克 其他单位以此类推 正因为米是一切杜梁单位的基础 所以这一套杜梁系统也叫米质 让人疑惑的是 就算这些法国人满怀科学精神 想通过大自然本身 来确定新的度量横标准 而不是像古代那样 拿某个统治者的一步 一肘当成度量单位 但真的有必要兴师动众的 去测量地球的子五线吗 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的科学界 对地球的形状存在争议 大家基本都认为 地球是一个不规则的球形 但到底怎么不规则 看法就不同了 不如就趁着确定度量标准的事情 把这个争议问题 稍带着解决掉 而是因为大革命风云变化 搞得人人自危 以至于度量横委员会的成员们 故意给自己设计了一个 特别耗时耗力的任务 不然的话 如果三下五出啊 就把问题解决了 说不定哪天政治风向一变 自己呢 就该被推上断头台了 统一度量横事业的前辈主持人 伟大的化学家拉瓦西 就是这么死的 前车之间不可不慎 在统一度量横的事业当中 石进制终于没能一统天下 毕竟宗教传统太牢固 过日子要用七进制 这是上帝的安排 就算不把上帝放在眼里 但已经习惯了 每七天休息一天 大家实在不愿意 改成每十天 才休息一天 至于钟表改成石进制 技术难度呢 倒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主要只是改变一下表盘上的刻度而已 所以当时真的造出了一些 石进制的钟表 今天我们在建销大学的 菲茨威廉博物馆 看到一件大革命时代的钟表精品 大表盘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一昼夜十个小时 小表盘用罗马字母表示 旧标准下的24小时 显然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 任何人看到这件收藏品 我想正常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 太漂亮了 然后很自然的会转念一想 这块表肯定不便宜 大革命时代的法国 所有钟表都是手工机械制品 并没有电子表 石英表 当然都不便宜 这正是问题所在 试想一下 改成石进制以后 原先的钟表难道就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吗 一般人当然舍不得 而这个对钟表上来说 更不耻于一场灭顶之灾 拼了命呢 也要反对 这种状况应该是改革设计师们 完全不曾预料到的 所以直到今天 虽然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 纷纷接受了法国人开创的公制度量系统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度量衡依然没能统一 时间单位和角度单位 依然成为例外 这一讲 我之所以偏离主线 是因为法国这一段努力统一度量衡的这个历史啊 很有参照意义 这段时期的史料相当丰富 足以让我们看清这一件想象当中纯属技术问题的改革 究竟何以 一方面民意汹汹 貌似大势所趋 一方面却阻力重重 举步维艰 要知道 公孙杨在秦国统一度量衡 相关史料相当单薄 而在我们切身感受得到的历史上 新中国把市尺改成公尺 华里改成公里 好像也没有费过多大周折 这就很容易让我们 由此几笔 小看公孙杨的努力 最后我要做一个补充说明 米的长度 今天已经不再用紫武线来确定了 最新的定义是 光在真空当中一秒钟 所经过的距离的 两亿九千九百七十九万 两千四百五十八分之一 法国统一度量衡的时候 建立米制 以长度单位米 作为整个度量系统的基准点 无独有偶 古代中国的度量系统 也有一个基准点 这个问题 我们下一讲再聊